香噴噴的炒雞肉料理好后一盆一盘分装 准备送到教室让学生们营养午餐享用 但有家长拍照投诉 这所国小营养午餐 番薯饭饭量一点点明显不够吃 水果草莓全班分一分 一个人只能吃三颗 我们厨房因为是从2月14号开始做启用 那一直到3月初就是 厨工啊然后设备都是新的 所以在磨合的阶段过程当中 确实在这个午餐的量的掌握上有比较不足 就算草莓比较贵 但一名学童只吃到三颗也太寒酸 引发家长不满 求证校方则表示 3月初校内厨房刚启用时的确有阵痛期 午餐分量不足 但持续调整后满意度都达标 仍有家长反映分量不够的问题 也会在每个月的厨房会议在开会讨论 它的上涨当然对我们所谓的营养午餐 食材的采购方面确实是有影响 营养午餐遇上通膨 食材成本上涨 这所国小的营养午餐费 也从一天42块钱涨到46元 但是否涨完价还出现学生吃不饱的情况 教育局也将进入调查厘清原因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水晨抗菌液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银的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号可以有折扣哦 我发发号可以有折扣的推荐代码